一人羅百吉在臉書上分享了女兒的離譜事件 有多離譜呢? 女兒開車回家才發現竟然開錯車了 開成了別人的特斯拉 文章PO出引發熱烈討論 而我們實際也詢問專家 專家表示 其實只要車主把鑰匙、車卡或者是手機放在車上 就真的有可能發生類似情形 靠近特斯拉門把彈出坐上車馬上發動 隨時就能離開 特斯拉車主習以為常的習慣 這回竟然鬧出烏龍 一人羅百吉在臉書分享女兒離譜事件 說我女兒把車開回家 到家才發現開的不是自己的車 居然把別人的車給開走 而且還能夠解鎖發動甚至離開 此文一出引發網友熱議 大家都想問真的這麼簡單 就能把特斯拉給偷了嗎? 實際問專家還真的有可能 把你的手機放在車上 人離開車子 你的車子等於就是沒有鎖 任何一個人到你的車上都可以把你的車開 專家說一般而言 特斯拉是靠感應晶片鑰匙 或手機APP就能夠啟動 但如果車主沒有設定自動上鎖 或是上鎖沒感應到 把車卡鑰匙或手機丟在車上 任何一個人都能夠把車給開走 不過車主還是可以靠這一招追蹤車輛 車主打開手機APP可以遠端監控 看看自己的車在哪裡 要是真的被開走也可以透過設定 限制車速 你也可以設定這台車子的最高時速 讓這台車子不能開超過時速80公 雖然可以追蹤限速 不過沒有辦法將車給鎖定或是熄火 只能提醒特斯拉車主外出 千萬要多留意 不只要小心防盜也別因為衣食疏忽 開錯車鬧舞龍 記得綜合報導